下半季的成績打得比上半季好多 149公里 叶保利遭到德保拉的三振 德保拉球速绝对领先 打成的小飞球 在二垒方向 最后被叶东华轻松的接杀 两出局 打到二垒方向反弹球 接球之后 叶东华再传往一垒 也帮助德保拉在第五局对手攻势 完成了三振三下 双方三分场